那突然的话题 我们再请跟先做分析 跟先 刚刚这个李淼说到了 菅义伟说安倍的外交的这个手腕 他做不到这一点 这一句话让人就可圈可点 有很多解读 可以说一来太过谦虚 或者是太不自信了 安倍做得到 你做不到 那你这样手下 或者是说我做不到这一点 我做不到安倍的风格 但我会有我菅义伟的风格 所以你认为菅义伟 而且你刚才提到 包括菅义伟 包括马阿神 其实都很不喜欢 美国这位特朗普总统 他这样的处事风格 随心所欲 到处霸凌等等 那他能不能够和特朗普 坐在同一个房间 好好地谈未来日美之间 这个同盟的关系 好 那谈到日美 当然就要谈到这个中日 也要谈到日韩 这些方面 他在亚洲这些政策 他能不能够巩固到 亚洲周边的这些国家的 这些他们的心情 他们和他们的政策 而且我们一直都忘记了 在这七年八个月当中 中日关系曾经处于一个 一个很的低点 就是在安倍刚上台时候 这个低点 就如同坐云霄飞车一样 一下上一下上 最近好不容易到了一个高点 差点要实现了中日 这个习近平的访问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有所往回推 有没有可能在菅义伟的任期当中 实现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 以及奥运的成功举办 您个人的观察 中日关系肯定毫无疑问 是我们对菅义伟观察当中的 一个重点 我想请大家注意 首先他要继承安倍的 这样一个外交方针 里边有一个重点 是中日关系 其实安倍在对美的问题上 和其他的日本首相 没有本质的区别 就是有的时候会表现得更低调一点 或者是身材更柔软一点 有 因为面对的是 特朗普这么一个不讲理的 这么随便欺负日本的 这么一个首相 这么一个总统 上来就退TPP 对不对 一点不给日本人面子 所以而且当面经常有那种 带有羞辱性的 歧视性的那些语言 但是安倍都把这个苦果吞下来 想方设法能够维系 就是正常的这个日美关系 这是一个情况 但是安倍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两次就任首相 都对改善中日关系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总是把眼睛盯在安倍的外叔公 或者他的外祖父是安心介 外叔公左腾荣座等等这些 包括他也有一些 也参拜过进国神社 也有一些保守主义的这些政治性格 但是安倍从他第一次上台 就打破日本首相上台 首先要去访问美国的惯例 访问中国 实现了破冰之旅 改善了中日关系 就是小泉时期那样一个紧张的中日关系 然后这次他上台 2012上台是正式 民主党政权那时候 由于壮传够倒 造成中日关系又一次跌到谷底 他又在这种当中 不断的想方设法努力 然后在2014就实现了中日的这个 就是首脑见面 然后达成四点原则共识 我们还记忆忧心那个时候 那么后来呢 这两三年又实现了中日的这种 高仿的这种恢复和中日关系 进入新时代 这样的一些改善的变化 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到 都要实事求是的 把这个 知道我为什么 我总是要强调 我希望呢 我们有些朋友 特别我们现在中国整个的很多的 不管是精英层次 还是普通的民众 大家对中日关系普遍 都不怎么太看好 我觉得有道理 但是也有时候不够全面 所以对安倍的这个政策要有了解 那么进而 菅义伟他要继承安倍的这些想法里面 当然他也会继承所有的东西 这个部分一定也是个重点 而且我在某种程度上 我更倾向于认为 菅义伟他没有安倍那么有魄力 但是他可能比安倍更温和 是 处理问题更加协调 比如说这次在选举当中就看出来 日本的这次选举 和上一次的 就是和以前的这个 比如美国的选举 什么都不太一样 美国咱们注意到 他现在大选 两党都在进行反华竞赛 但是日本的这次三个人 自民党这个三个人选总裁的时候 三个人都在表达对中国的善意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好 而且日美又是这么一个特殊的 国家关系的时候 那么这个菅义伟无论是石破茂 还是安天文雄都表达了对中国的善意 是 菅义伟就表现得更突出 所以呢 比如说他要批评那种所谓 石破茂讲这个什么小北约 这个说法 其实都表明了 他的这一个对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看法 好 好 非常谢谢更新先生点评分析